我是大正峰洋傘的陳宜昌 那這次受邀在這邊跟各位分享 我們在所有品牌翻轉的一個過程 那首先呢 當然我們還是先把結果先告訴大家 我們的新的品牌叫TCF 那Slogan就是 Always in the mood 那我希望未來我們的消費者 拿著我們TCF的傘的時候 它是不論晴天雨天 不論是一個惡劣的環境 在傘下都可以展現自我 亮出它的好心情 好 那在開始之前 我們先帶著各位 可能大家對於大正峰洋傘是誰 應該是很陌生 如果沒有特別去講的話 在座各位可能連他是誰 都還會有一點距離 大正峰洋傘呢 其實是由創辦人陳生宏先生 從17歲開始就開始做傘了 那傘這個行業呢 其實在台灣已經行之有年了 過去在1980年代 其實台灣也有雨傘王國的稱號 那大正峰洋傘是唯一一家 可以在 應該說唯一一家在台灣 在把這個產業升更 而且是放大的一個公司 但中間一定遇到什麼事情 導致我們現在要做這些東西 那雨傘的製程 截至目前為止 95%都是靠人工去完成的 很神奇吧 到現在為止都還是 所以他必須透過很繁複的一些生產過程 然後把傘去做出來 所以他匠人的精神 以及他對品質的要求其實會滿嚴苛的 那大正峰洋傘成立以來已經超過40年了 如果以創辦人製傘的經驗來說的話 那他其實已經超過50年了 那不小心把老闆的年紀洩漏出來 那大正峰洋傘呢 其實累積到現在有五大的核心 其實我們從老闆一開始創業的時候 就已經有品牌的概念 但很可惜的是 因為當時的時空背景 並沒有很完善的配銷通路 以及我們的一些產品線的限制 就像我們剛才在露營的時候 你不需要很厲害才開始 也是你要開始才會變很厲害 那老闆一開始也不是非常厲害才開始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有少量的產品線 那有少量的慢慢的步點去做 那累積到現在呢 事實上我們已經有累積了各層級的布局 舉凡百貨公司 量販超商超市到街邊店 到電商甚至到一些觀光景點 甚至到台灣比較傳統的 所謂的大中小盤 我們幾乎可以講 只要你有賣傘的地方 都可以看到大正峰 但很可惜的是 各位應該對大正峰不是很有影像 對吧 所以我們是一個很隱形的一個公司 那當然累積到現在 我們也有所謂的供應商的調度能力 那這個也是方便 我們在過去 我們也承接了很多OEM ODM的案子 那舉凡一些車商服飾包袋等等 這些品牌不管今天是想要做贈品還是販售品 基本上我們都有合作過 那累積到現在我們其實有強大的商品開發的能力 所以客戶來找我們的時候 基本上他只要點頭或搖頭 什麼叫點頭搖頭 喜歡不喜歡 好下一個就這樣子 所以我們其實很快速的包含 你想要做傘完成之後的客戶服務教育訓練 其實基本上我們公司都可以提供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們其實創辦人到目前為止創業家的精神 老闆不會因為他現在做的這些事情而放棄他持續的創新的概念 所以他希望把更好的東西帶給消費者 所以也就是造就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那過去的這些過程我們累積了很大的能量 包含我們其實我剛才有提到了 我其實有在89年的時候就已經有一個新的品牌 就有一個自由品牌了 三隻熊也好或是Granning也好 剛剛麗穎也在分享裡面有說 我買過三隻熊 原來是你們家的 是是我們家的 那也很汗言原來是我們家 好那我們也曾經跟一些外部的合作 包含2018年我們跟台中市的世界化博這個合作 我們有做一個機械化的一個部分 也就跳脫我們傳統制傘這件事情 把它變成裝置藝術 那還有我們也參加過一些獎項跟比賽 那我們去年也得到了CITD的補助 有一個特別的裝甲傘 這個是一個有防穿刺防刀割可以防身的一把傘 那也得到N世代的創新思維 我們也做過了N世代的這個3D的立體模擬 好我們在2016年的時候 蓋了第一棟全球第一棟的羽陽傘博物館 我們希望把台灣的製傘精神跟品牌文化可以留在台灣 而且讓我們的民眾可以了解 原來傘的過程是怎麼樣的一個繁複 以及它有必須有很多的一些歷程去經過 那當然在裡面不只是我公司的商品 還有其他世界各地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在這個展館裡面 可以看到各個國家不同的品牌精神 以及不同的面向 那剛才提到我們有經歷過這麼多的一些配效通路 所以大家還是一個問號大宗到底是誰 所以我們就要做這一件事情 轉變的開始其實不是從去年 雖然我們的服務的時間是從去年在做這個品牌塑造 但其實轉變開始是從大概大樓建置的時候就開始了 因為當時我們就一直收到消費者的反饋說 你們這棟大樓到底是飯店還是什麼 是企業總部我們不敢走進來 因為我們就發現原來我們距離這麼遠 所以我們跟消費者之間都可以透過我剛才講的層層的銷售管道 你可以買到我的商品 但我跟你還是很遠 因為你不了解我是誰 所以我們開始轉變其實是加速的時候 是在2020年的疫情開始的時候 因為疫情開始所以很多的事情幫我們自己的營收 在這邊再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公司有幾個部門 一個是傳統經銷 一個是連鎖通路 一個是客製化 一個是門市還有電商 這幾個營收的來源 全部都在那個疫情的之下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當然文川館本身也是一個門市的來源 我們也有做DIY的活動 也是有受到影響 也加速了我們想要趕快做品牌這件事情 那從toB到toC這一段 其實很大的溝通來自於說心態的改變 因為過去我們其實是賺大量跟快錢 一次性的交付給你其實是很快速的 驗收沒問題就直接過了 那或者是交付給通路上架消費者買賣 那我們就進貨這樣子就結束了 所以我們對消費者其實說真的 我們也對他也是陌生的 因為我們來的資源也都是透過通路 跟我們的經銷商反饋給我們說 那個謝里亞 我覺得那一把傘很好賣 奇怪了 北部跟南部講的都不一樣 長的短的也不一樣 大的小的也不一樣 顏色甚至也有差別 到底誰才是真的 所以我們自己在判斷事情的時候也會有偏差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toC段的建立 讓我們可以去跟這些人去做一個很深度的溝通 那問題就來了 toC段的建立的時候 你是誰就要先確定起來 不然你要怎麼告訴人家你是誰 你的這個品牌代表了什麼意義 所以我們在品牌架構的時候 我們跟思沃這部管理公司合作 我們先把前置的品牌的一些必要的調查 包含焦點團體的訪談 試調的結果等等的一些過程做好之後 我們把自己的品牌重新定位 就是剛才開宗明講的 always in the mood 我們希望每個人拿到我們公司的傘的時候 他可以表彰自己的生活態度跟品味 以及我們希望他可以是永遠都有好心情 但是這些還不夠 因為這個都是一個比較高大 不是說高大市場 比較稍微有一種距離的一個做法 所以我們必須落地執行這件事情 除了品牌的塑造 我們剛才講 其實我們公司有很多品牌 但是沒有一個 可能對你來說是一個mark 你可能看過 但是你不知道他是誰 那或者不知道他背後的含義 後來我們全部整並成三大類型 第一個我們還是有2B 因為2B是我的根 我必須要保留這些人的營收去跟他溝通 那我還是用Ferranco這個牌子 2C我們重新塑造TCF這個牌子 那代理品牌我還是有 這是為了我的未來的社會 或是文創館的建制 我必須要有這些品牌 那我們跟他溝通的話 跳脫原本我現在的實體的通路 我剛才提到的 疫情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受到很大影響 如果我還是用實體通路 去跟這些人溝通的話 基本上我的觸及會偏低 所以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 也不瞞各位講的 我們公司從做網路行銷 真正開始的元年是2020年 真正用心真的想要做 網路行銷是從這個開始 那想要做就要開始有人 所以聘請了行銷企劃 設計美工 美邊的部分 那我們重新把網站 以及我們溝通的內容 重新再調整 過去大正峰的網站 如果各位曾經買過線上購物的 大眾部官網的東西的話 會發現2020年以前的購物網站 真是超級難用 超級難用 所以2020年底的時候 我們重新換了一套系統 終於變好用了 因為我們開始想 既然你要買我們家的東西 一定要符合當下你的購物環境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去轉變 那內容的建制也包含了圖像 影像 甚至到剛剛我們這次的主題 跨界聯名這件事情 我們也都是在嘗試 不斷的累積 那策略一 我們把這個自由品牌的建制做好 我剛才提到 我們希望它是一個 trendy 時尚 travel 愉悅 跟freely的自由自在的 它不只是一個遮陽避雨的工序 而是一個可以面對惡劣天氣的時候 來去自如轉換情緒 變成一個好心情的一個配件 好 那在過去的 在這樣的一個建制的一個方向之下 不可能一個品牌一出來 就受到很多人的注意 所以我們有點走一個 算是一個渠道 我們把過去我們的這些品牌跟商品 重新透過我們Swall這邊的梳理之後 我們發現其實有兩個品牌 更正 三個品牌可以留下來 第一個是stonebreaker 第二個是unispin 第三個是雨衣 為什麼stonebreaker可以留下來 因為它的訴求明確 大家買傘的經驗一定說 我很多的人都問我說 你們到底要給什麼 哪一支最用 最用在這支 最用的 stonebreaker 已經從它名字就知道 它已經夠用了吧 然後unispin 它其實是解決消費者的痛點 什麼痛點呢 很多在座的各位 應該對於收傘這件事情 撐完傘要收下來這件事情 很困擾 因為你都要一片一片慢慢收 unispin是結合我們台灣的發明專利 而且把它落實成一個特殊商品 它可以三秒鐘 完整的收好一把傘 如果各位有時間看影片 歡迎到大政風官網去看 Covid就是我們雨衣的品牌 因為它很明確 它就是急速秒穿 速度 快速 以及強壯 這件事情 我們都把它留下來 剩下沒有講到的 都是TCF要處理的事情 那TCF可以先從airline開始 因為各位在座的 我們也分享一個訊息 60%以上的消費者 女性消費者 都會以輕量為導向 再來是防曬 這次都會 所以airline其實是一個 很明確的一個方向 但TCF不只是airline 它可以有很多的 比如說TCF by Kids TCF by Men 這都可以去做的 所以我們有點像是 透過各方諸侯去鞏固TCF 這個君主 去把這個事情成立起來 透過很明確的影像 你看到網路上有Stonebreaker的影像 很誇張的 風速 這個0到100加速不會斷的 然後UNISPIN可以 快速的順手的 Covid是比較 潮牌的形象的 快速穿透的 把它的流量 帶進我的官網 把這個TCF重新塑造起來 那費蘭蔻還是區域保留 所以我們必須把這個營收穩固下來 所以 未來在公司所有的 舊的所謂的中低價的商品 我們還是會用費蘭蔻去做 好 跨界聯名 重點來了 跨界聯名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剛才做了這麼多的鋪陳 其實我們在跨界聯名 首要的一個 面臨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你是誰 為什麼你要來找我 就像門單戶 對嗎 你要跟我結婚 到底我是誰 你要先講清楚 但如果你自己都講不清楚 你是誰的時候 你就很難去相信 讓對方相信 我要跟你聯名這件事情 所以在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把自己定位好 我是一個 不是一個工具 我是一個時尚品牌 我是一個可以讓你撐起來散的時候 它是一個很有生活態度的 所以當我們在選聯名的時候 剛才都有分享的四個面向裡面 這個其實是有點跨業種 他是一個藝術家 這個藝術家又不是台灣的 他是日本的 那這個藝術家是我們 Prentica這個品牌 那這個穆春貴史老師呢 他是在日本已經受到 當地已經很活躍的一個裝置藝術 跟精品品牌聯名 包含Hermers 包含LV 他都有做過聯名商品 在台灣 我們這邊是直接做販售品 所以我們的操作 其實也跟 都有一點像 就是我們透過網路行銷 那網路行銷就是透過KOL 那KOL的話 我們也分享 一定要有一個母雞帶小雞 你不能 只看小的不看大的 因為畢竟大的 比如說剛才提到的那些 有做自由商品 包含唐威 或是Nina 或是像這個的話 我們是跟Grace 然後還有陳愛玲 有兩個大的去帶幾個小的 那我們自己去操作的話 這個案子 我們總共找了將近30位的KOL 大的小的加起來30位 廣邊媒體的話 也大概有花 也大概花了兩三個平台的媒體去做 各位猜猜看 花多少錢 哇 30個 你一定是很貴吧 不到70萬 不到70萬 所以我們把這件事情落實 而且在我們公司那部 其實很大的一個 不是痛處 就是很大的衝突是 哇 這麼花的傘 各位不要看到這麼漂亮的照片 在成品出來的時候 在成品出來的時候 有多少我們自己專家 業內的專家會想 夭壽 這麼花的肘 誰買來買 對不對 這麼花的傘誰要來買 各位玩笑 玩笑 這個我們雖然他真的是很花 但是保留了我們穆村老師的這個設計精神 我們為了這個打樣 光打樣 就是送樣的三次機制 好 第二個我們可以找的 受眾的就從IP的聯名 IP IP的選擇其實很多 那我分享這個是因為虎年 虎年 去年 去年虎年的時候 我們跟這一個 大家有看過嗎 我不是胖虎 剛好達到虎年 所以這個IP的轟動程度 是用搶購的 我們在預購的時候就已經受慶了 回來的時候第二波第三波 我們又操作了夏季的 夏季的這個 我不是胖 這是夏天版的 各位看到的是 剛剛看到的圖案上面的是過年版 過年版就是一炮而紅了 我們後來就推夏季版的部分 所以IP聯名行銷的時候 你可以搭配季節 那第三個案例跟各位分享是 有時候送禮送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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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禮送禮 你沒聽過 沒關係 破除掉你的這個想法的話 我們就真的把它變成一個禮盒包裝 我們跟一個台南的步商 當然台南步商的部分我們合作 我們把它禮盒化 那這個禮盒就是保持了台灣的 這個禮盒 這個禮盒 那這個是 這條魚不能吃 吃了要三十萬 這條是什麼魚 櫻花溝紋龜 所以我們在商品的設計裡面 有一個特有種生物 所以我們跟特有種 特生中心那邊也合作 我們有做一些捐贈跟養護的動作 所以把這些議題去操作的時候 今年兔年 我們再來玩一次 兔年 各位有興趣 可以到我公司去看看官網的兔年 當然另外一個就是KOL 或者是我們聲量比較大的一個合作 也是跨界的聯名 我們有時候就剛才講的自帶流量 或是不同的流量 可以去操作這件事 然後透過不同的KOL的操作 因為你的品牌一定位之後 你就會發現 你要找的對象其實就很鮮明了 我不會去找一些跟我品牌調戲 太過衝突的對象去做聯名 當然商品是可以衝突 但是精神是要合乎精神的 包含我們剛才講的順收散 跟下班女子 為什麼跟下班女子 因為小資族 我們希望在職場上面表現得乾淨俐落 完美瞬間 完美只要one take 這個概念 好 上半組的羽衣 也是一個KOL的訴求 我們也嘗試了 從疫情2020年開始 我們也嘗試了去做一些 非我實體通路的一些觸及 也就是線上的通路 線上通路不舉凡的官網 平台 這些大家都知道 直播團購也大家都知道 那這些東西我們都開始在從 那時候才有觸及 形象不錯 因為你有形象 你有特殊商品 那你在做這些的觸及的時候 他會比較願意 不然你什麼都沒有的話 他會認為 一支線 你要買到錢幾塊 你是誰買 一千多塊錢 誰要跟你買 他會有這種價格的概念 在他腦袋裡面 所以如果你把你的品牌 跟你的加持 或是形象做好的話 你要去跟人家談的籌碼才會多 所以這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好 我快速帶過 我各位 剛才講的 對內的溝通 其實我們已經跳脫了 過去我們做批發市場的感覺 以前我們就是散海策略 一年我可以產出一百多組的傘 一百多組的新品 然後廣灑到我的經銷商 出去就是收快錢回來 但現在不一樣 我們先把商品的受眾先定義好 它的一些內容做好之後 我們再去推廣市場 再去找相對應的市場 再推的力道 反過來是我們是有主導權的 所以新市場的開拓 會帶有更多的一個想法 產品開發也會比較貼 所謂的地契 就是消費者要的東西 我們再去開發 解決消費者痛點 再去開發的東西 新的使用者 就是我未來的長代的計畫 我必須透過直銀店的拓展 或者是我快展櫃的拓展 更貼近消費者要的東西 那未來TCF不只是雨洋傘 也許是符合到我們的 這個品牌精神的 都可以納入到 它的一個商品組合裡面 那TCF在這個外觀裡面 它的顏色相對比較新興 比較日系的感覺 那在所謂的品牌形象 我們也搭配了我們現在要做的影片 在預計五月份的時候上市 這個還在腳本擬定中 那接片店呢 其實事實上我們已經開始在做了 我們在新竹巨城有一場快閃櫃 所以過去 如果各位有到新竹巨城的話 B1我們歡迎各位去看一看 就是長這樣 落地執行 我們把實際的品牌 實際做出來 這時候就會跟各位分享 我們要做品牌的時候 一定要開始有一個想法是 你一定要藉由你現在手上的資源 盤整一下 我手上的資源是什麼 我三千多家的經銷點 這是我過去四十年來累積的資源 我強大的商品開發能力 這是我的資源 我的籌碼來自於你自己堆疊 你怎麼跟這些人去談 包含櫃點談 或是包含商品的聯名 這些全部都要先盤整到你的資源在哪裡 你再去有籌碼 沒有籌碼沒關係 自創籌碼 那就是要看你怎麼講 過去我們會把這些事情 因為未來我們會把這些事情 持續的推進 也會在全省的各地 會持續的把這些物件布建出來 那再跟各位預告最後一個東西 今年的4月20號到4月23號 我們有參加台北國際禮品展 那也會以TCF新的品牌 跟各位亮相 也會把我們公司的整體的能量 也跟各位發表 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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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